记者刘沁侯托居民台北报道 国安局及保留总队今日针对有媒体报道 正介续坦承第一警官队涉毒不止他 国安局下令第一警官队全员裁验一事 正式紧急提出澄清 并表示媒体内容纯属虚构 保留总队指出有关媒体报道 保留总队第一警官大队 因警务员证介续持有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案 国安局下令对第一警官大队全员裁验一案 警方经询国安局特勤中心 国安局表示并无规划 另有关媒体报道 正员坦承除自己吸食 令范售官队同事兼警方经询正员本人均表示 并无此事 警察讯问时均有全程录影影 录可谓作证 保留总队长张转中表示 保留总队将以公开透明接受检验的态度 一旦发现违法 危机征后 必主动积极查处 绝不循私互短 国安局稍早也表示绝无此事 但仍持续强化反独宣教与稽查工作 达到全面计划目标 至于政界许疑涉毒部分 国安局表示 此内容属侦查范围 不予评论